也在强调这个重要 我们 在极难的时候 要想到念佛 把其他的都放下 像唐朝的 古来这些大德 唐朝张善吼是我们最好的历史 灵命作识 他看到许多牛头人 来问他逃命 他一生应该没有宗教信仰 卖牛肉的 一生杀多少牛 临终的时候 牛头人问他要命 这个时候他害怕了 喊救命 那么正好 门外有一个 出家人 从他门口走过 听到里面人喊救命 他进去看看 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说出来 这出家人一听就明白 这是云云鬼 俗命 立刻就烧了一把香 放在他手上 叫他赶快念 阿弥陀佛 求生监督 他就念 阿弥陀佛 求生监督 阿弥陀佛 求生监督 念了几声之后 他说 牛头人不见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了 见到我 紧急关头 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 不定什么事情 出乱子 出车祸 这很常见的事 出车祸 第一句话 就是阿弥陀佛 你就会没死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心上阿弥陀佛 马上就能献急 所以 平常要念的书 不要在这个 这个结果研究 喊清喊凉的就错了 救不了你啊 这个时候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要念书 平常一定要念的很书 他在起作用 见鬼见神都不害怕 大声念佛 那个境界通通就没有了